今天介绍的听神经流患者是云南某三家医院的行政工作人员 有着丰富医院资源的他,在咨询了三家顶级医院的医生后,反而变得迷茫,不知道应该如何治疗 三家医院分别给出的方案是 方案一,患者所在的医院医生表示可以手术,但术后有面瘫的可能性,并且可能性所占比例无法确定 方案二,其他医院医生表示可以为患者做伽马刀,但有30%复发的可能性,并且如果复发,他们无法再为患者做手术 方案三,北京专家表示在观察半年,根据病情的发展程度,在定治疗方案 病情已经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了,但目前拿着三个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的患者,却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 经朋友介绍,患者联系到东洋医疗,经沟通之后,快速决定复日治疗 我们为他找到了日本脑神经专科权威医院,富永医院 开辟绿色通道,安排院长为患者亲自带诊 院长看过病例表示可以接受治疗,我们迅速安排患者亲自到日本来面诊 因为在医院工作的原因,患者是一位很谨慎的人 在和日本医生面诊时,他准备了整整两页纸的问题 但还没有等把纸拿出来,医生凭借精准的判断和多年的经验 已经把患者想知道的所有问题都解答清楚 给出了让患者安心的治疗方案 30多分钟的面诊结束后,医疗翻译问患者还有什么问题 患者表示,医生把他准备的所有问题都说明白了 那么日本的医生给出怎样的治疗方案,让患者安心又满意 关注注视会社东洋,明天为大家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